波特神秘的魔法是一活上懶的男孩 所以那數街4號的斯里夫婦總是得一滴 說他們是正常不過的人家 屠夫屠夫 最不可能曾經任何怪 情事件裡就是屬這一家人 因為他們壓好不信這一套 德斯里先生是一間名叫格朗里的工作主管 專門做追擊生理 他是個肥嘟嘟的大塊頭 連到脖子都快沒了 不知道是有大一把 德斯里太太則是個瘋巴巴的金髮婆 她脖子幾乎有一把惹得兩倍長 就對他每次老二撐著頭 在院子南巴邊太太旺 鄰居的動靜真是十分的好用 德斯里夫婦有一個兒子叫做達利 在他們眼裡這樣好的小孩 世間少有 德斯里夫婦擁有想要的一切 卻有這一個秘密 富良最大的恐慧就是害怕有人發生這個秘密 萬一誰太聽 除博特特單一家子的事 那他們就不知道要該要如何承受 博特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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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特 他那一无事处的老公跟他们完全不同 简直不得私离到了极点 想到伯特家要是他上这条大街 那街反会传些什么闲话 夫妇俩就不寒而亮 可是你太太 可是你知道伯特也有个儿子 要是没想没见过 这孩子正不许伯特接近的另外一个好理由 他们不要让伯特跟那种小孩搞在一起 我们的故事开始在阴沉灰暗的星期二 大司理夫妇刚睡醒 外面阴暗多雨的天空丝毫看不出 过不久 许多生命的怪事就要在全国各地发生 德斯里先生哼着歌跳顺 他最没看头的上班领带 德斯里太太兴致勃勃地说着闲话 而使劲把尖叫尖声怪叫的杂力塞进一尤里 电话呢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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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